嗨 大家好 我是阿鑫 那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我的工作室 來告訴大家我平常是用什麼樣的東西 來去剪輯我的影片 然後用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器材來去拍攝 以及我做直播所使用的相關配備 那我會給一些可能新手 想要踏進YouTube這個行業的一些建議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那首先大家看到的 這邊就是我的工作室啦 那其實我跟大家講 原本這邊是我弄的一個健身房 但你知道啊 人在家裡怎麼會想運動呢 所以這邊的健身房 這邊的健身器材 基本上那時候就閒置在家裡一年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房間空著也是空著 不然我把它弄成一個我的工作室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也有做直播的念頭 於是呢 我就添購了一些設備 那這些設備等一下會帶大家看 那平常呢 你沒有看錯 這個是一個手機的腳架 也就是說 平常我就是用手機 來錄製我的任何影片 那其實我這邊想給各位做自媒體的朋友一些建議 就是剛開始做自媒體的時候 你不要想著 都想要用最高規格最專業的器材 一定都是 你剛新手踏進來這個行業 你還沒有開始賺錢 一定都是先求有再求好 先懂得運用手邊有的器具來做拍攝 然後你也不要想說 欸我要做好第一支影片 我第一支影片一定要超完美才能開始做 就是你什麼器材啊什麼企劃啊 都要想到最好 你這樣想 你反而讓自己陷入一個僵局 這樣你不會開始 一定就是先做就對了 那除了器材的問題 還有一個重點要跟大家講 就是 千萬不要抄襲啊 然後因為我房間的燈光 是 不是那麼明亮 所以這邊呢 我在之前也有添購了一個環形燈 那這個環形燈呢 是南冠的 那這個台灣應該是買不太到 不過買得到應該很貴 因為我是在淘寶網站上面買 大概2000多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基本上就是我拍攝所使用的器材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喔對了然後我平常使用的手機是 iPhone 13 Pro Max 所以我都是用這款手機來進行我影片的拍攝 那至於剪輯方面的話 我是用蘋果電腦 這個MacBook Pro 那這個電腦已經陪伴我很多年了 自從我大學的時候開始用了 可能最近要換一台了 因為我看他有點剪輯影片的時候有點鈍 那我所剪輯的軟體 我是使用這個 就是這個 Final Cut Pro 那這個剪輯軟體呢 是要錢的 我記得那時候買段好像是9000多塊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這個插折是什麼 這個是我的外接硬碟 這是1TB的 好 這個就是我平常剪輯使用的軟件 也算好用啦 就是我是覺得蠻好用的 可能是因為我熟悉操作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剪輯的軟件就是 Premiere 那Premiere的話 我沒有特別研究 但是我知道 你如果是使用PC的話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添購這個蘋果電腦 你是使用PC的話 那Premiere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Final Cut Pro 在PC上面沒有 但是這種剪輯軟體的東西 我都是認為各位都是先求有再求好 一開始就用免費的就好 像我一開始剪輯影片 我也都是用蘋果內建免費的iMovie來剪輯影片 那可能PC上面有什麼威力導演啊 市面上也很多比較簡易版本的剪輯軟體 就是為什麼要一直強調先求有再求好 因為我認為啦 在你在這個行業 還沒有開始得到你真正的收益之前 先不要急著投太多錢 因為你很容易交集你的熱情 你知道嗎 就是你付出的越多 啊換來的 欸幹 沒什麼人看你很容易放棄 就當作是自己的一個興趣 你這樣每次發發影片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堅持的下去 那當然你如果像超哥一樣那麼有錢的話 那另當別論 那簡單帶過 那其實大家有在關注我最近的情況就知道 我其實是有在開直播的 那為了這個直播的需求啊 我特別的組了一台電腦 也是花了我不少錢啊 那其實怎麼選購電腦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你沒有選好一個電腦的商家 你很容易被當肥羊仔 那我為什麼會接觸到這台電腦的廠商 是因為我就是在YouTube上面搜尋一下一些電腦相關的資訊 然後我就搜尋到 欸 那我就有發現他們購入電腦的店家 都是來自一個品牌 叫做MEA 也就是說他們組的電腦都是MEA的 因為我是想說我們的需求也是一樣 因為直播的時候 我不可能每天都有那麼多時事好談嘛 所以想說也可以玩個遊戲 跟可能喜歡我的粉絲 跟他互動一下 所以我就想說 欸其實這樣的需求其實蠻相近的 所以於是啊 我就找到了這個MEA的店家 那請MEA的老闆特地針對我的需求 幫我組了一台 符合我 進行實況遊戲直播的一台電腦 那據我所知呢 這個MEA啊 它最厲害的一點 除了在電腦配備上面的專業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服務 就是幫電腦的外殼進行客製化 那我特別啊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的綽號是卡卡心嘛 所以我特別請這個MEA老闆 幫我做了一個卡卡心 讓我很帥的一個圖像 在我的主機上面 所以我現在非常期待 要來開箱我的卡卡心 見證奇蹟的時刻 哇 卡卡心在這邊啊 最帥的卡卡心 哎呀 這個老闆這做的真是帥啊 這個帥氣的程度 跟他心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把它放正 有沒有 這個卡卡其實真帥啊 綠色的感覺 這個畫面的美術感 真的非常有意思 但那個老闆說還有一個圖啊 這在哪裡 我在這邊宣布 Irma 正式約在老闆 我們要做一個東巴 剛剛本來講做這個效果 分學有點太大了你知道嗎 不是啊 不是跟老闆講小小東巴就好 你說那麼大幹嘛 啊 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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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 算是我youtube生涯的一個 算是一個印象深刻的事件啦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八算是還蠻有紀念意義的 這個其實就想到啊 其實雖然東八這個名字不是一個好名字 但是我覺得 他在我的YT生涯中算是一個特別的角色 那我們人啊 就是要勇於接受 勇於面對自己 因為往往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才是你真正開始進步的時候嘛 所以我並不以東八為持 而且其實權下啊 或是抄襲的那件事情 其實都讓我學到蠻多事情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就放上這個東八 來提醒我一下過去的自己 是什麼樣子 千萬不能重蹈覆轍 也算是一個紀念啦 你看 這個老闆多用心 還幫我的東八 鋪上了血輪眼啊 然後其實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假如你真的有購買這個電腦的需求 我蠻推薦MV的老闆 因為其實我其實蠻麻煩這個老闆蠻多事情 就是動不動就打電話 問一下這個老闆 欸這個怎麼弄 這個怎麼弄 就是還蠻認真的去了解 然後確定我到底是 什麼樣的需求 就不會是那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種 其他的電腦店家 就是那種很急急忙忙 想要趕快賺錢的那種 你一去問 欸我要什麼電腦 那個臉就很像這個 欸我肥羊來囉 快仔 那我跟你講 你就這樣再上組就好 來聽我的 欸這樣子 麻煩 就是你丟一個預算過去 欸他幫你租了什麼 你也不知道那種感覺 那你可以直接在臉書上面搜尋MV 那我會把MV的資訊 放在置頂留言處 跟詳細資料裡面 那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話 直接去私訊MV的臉書 詢問老闆就可以了 好那介紹一下 這個螢幕 其實這些配備也是我請老闆來幫忙我選購的 也是我跟他講我的需求 然後他推薦一些品牌給我 那這個螢幕是 ASUS的 這是4吋的螢幕 那旁邊這台呢 就比較特別了 旁邊這台是MSI 是微星的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螢幕呢 因為我很喜歡 把它弄直的 我覺得這樣子空間規劃上面 對我來說比較好 收音的話 我是使用這個 收音的話 其實講起來有個故事 大家知道嗎 原本啊 我的麥克風不是這一支 我的原本麥克風是這一支 那這一支也就是 HyperX 但是啊 我自從裝了這一支以後 大家都在靠北我的直播 怎麼收音有夠爛 所以我那時候對這個HyperX非常的失望 於是我換了這一支 但是呢 在我把這個 HyperX的麥克風插頭拔下來的時候才發現 我的聲音竟然是沒有插的 也就是說我之前的收音全部都是用我這個視訊鏡頭的內建收音系統來收 所以也就是我根本沒有用到這個HyperX的功能 我是錯怪這個HyperX 那也來不及了 因為我已經買了 新的 非常高規格的收音麥克風 那相信懂這個器材的人就知道 這個麥克風 非常之高級啊 花了我那麽九千多塊啊 這個麥克風是 很多Podcaster很喜歡拿來錄Podcast的麥克風 就是用了這個麥克風之後 你的聲音會變得非常乾淨 非常好聽 那我確實一用 天壤之別啊 我才發現原來我的聲音 這麼的純粹 這麼的好聽 那這邊也順便銷售一下 如果你有相關的需求 想要買麥克風的話 聯絡我 這個HyperX的賣你 見價賣你 可以私訊我的IG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 私訊鏡頭 那我是使用邏輯的直播攝影機鏡頭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 把我整個臉放大的時候堪用 你知道嗎 就是像這個是我的OBS 當我的畫質是在整個版面全螢幕的時候 它的畫質是OK的 但是如果我把這個畫質調小的話 那在剪輯的時候再把這塊放大 會變得畫質有點模糊 所以這點是我沒有很滿意的地方啊 我未來正在想說 那我乾脆就是買一個數位相機 買一個揭曲盒 把它揭在一起 讓整個直播的品質非常的高 幹 又要花錢 然後滑鼠的話 是使用邏輯的 那這個是G502 HERO 這個大小我覺得蠻符合男生的手心 就是整個大小是很適中的 那鍵板我是使用青軸鍵盤 因為不用怕 我一個人住 不怕吵到鄰居 那再來最後一個音響 我是使用這個 HECTION 價位也是差不多兩三千啦 然後我是覺得音質怎麼樣方面都還不錯 整體來說 這個就是我 整個工作室的配備 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 阿信你的耳機呢 你玩遊戲不戴耳機的嗎 對我一開始是不戴 但是後來我發現不戴不行 因為這樣會有回應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一個 Apple的耳機 沒有辦法 因為我這個人是想說 我覺得電競耳機比較不是直接 就是讓觀眾可以感覺到差別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一樣就秉持我的原則 先求有再求好 然後看有沒有一些 廠商一些乾爹爸爸 可以贊助我一個很頂的電競耳機 要不然我都是先用這個 Apple耳機來做使用 那以上就是我對我家的這個工作室開箱 那我覺得自媒體這個工作 有時候設備不是那麼重要的東西 最要緊的 還是你對於你內容 能夠用心的去製作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最後再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糙息 那總結就是 其實你要當YouTuber 影片是你最好可以做的方式 用你手邊的器材就可以進行 但是直播很貴啊 你光要組一台 負荷直播需求的電腦 還有攝影機什麼的 阿里阿澤 其實你都要花很多錢 所以我建議各位新手 各位想進來的YouTuber 想嘗試一下這個行業的人 可以先從影片開始 記得記得記得很重要 不要吵氣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整個工作室的一個開箱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按個讚啦 那我會把我相關的器材規格 都打在我的資訊欄上面 那如果你有看到你喜歡的設備 你可以去添購這些設備 那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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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